养花用什么样的肥料最好 初宝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了解 就是植物的施肥 跟咱们人吃饭 这是一个道理的 人一天吃三顿 植物是一个月吃三顿 你说人吃什么饭最好 是不是老祖宗说的那些 五穀雜粮啊 对不对 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你说来说去 说一千到一万 你不论是它什么名字 你不论什么奥绿了 这了那了的 什么会玩的 什么一颗的 还是花了多了 不论什么牌子 你不论起什么名字 你永远它都脱离不了蛋铃甲 就像你去饭店吃饭 红烧狮子头 它就是肉丸子 是吧 珍珠肥最白菜 萝卜珍最白菜 你明白这个事就行 所以说呢 你用肥料呢 是根据自身选择 按照自己的家庭情况来最好 你比方说 以我们大棚里面为主 有的话说 你们怎么不用分肥 你们怎么不用复合肥 首先我们为什么不用分肥啊 第一 分肥呢 你如果说经过高温杀菌的话 如果说你达到一系列 一系列的那个话 你放心 它不比肥料便宜 有的话 让我看你网红五斤的 才卖十几块钱 你放心 很难达到 它说的那个事 你就想想吧 就这样出宝 咱就换个角度来思考 你就把你家地上的土 挖来卖给我五斤 你说这多少钱 快递费就得十块钱 就是你 你别跟我说那个 你就是很厉害了 是吧 你发给我快递 烂巴七糟加人工 差不多就得接近十块钱吧 乱七八糟 所有成本算上 它卖十几块钱 你想想 它会给你高温杀菌吗 它会给你几番的弄吗 有的话 对 它即使是弄到了 那么呢 就会比我们用到的肥料 要稍微贵了 因为它的肥料含量是有限的 你像我们的话 这一袋 这一袋是一公斤 我们棚里面用的呢 也都是以这个为主 这一公斤的话呢 像这种盆 一般是用五到十克 它可以用一百盆 它可以用多长时间 一百多天用一次 一年也就用个两三次那个样子 所以说你想想 我们的成本是不是很低 几分钱 如果用粪肥的话 我们不适合 但是呢 如果说 画友们 你们用到的是泥土 或者是沙土 那用粪肥是最好的选择 就是花分池里边 或者怎么着的 你家里边那种 露天的 或者低灾的 粪肥是最好的 这个我给你降不了嘴 你让我们大棚里面 如果说 如果说敢用粪 你不认识哪个网红 我这么说的 你不认识哪个卖花的 他给你说 他的洋粪多少 你放心 他大棚里面 他不用 你别问我为什么 因为洋粪招虫子 招菌 招乱七八糟 你说对不对 你去看 你包括老花衣在内 我也卖过洋粪 你看我们大棚里面 用一粒洋粪 不用 我们用什么 因为我们要考虑清 我们不会用泥土和沙土 这种苗床 如果说用泥土和沙土 这一下就是几吨 把床都压塌了 这个不可能的 而且很重 来回搬 还有一个发快递 不限时 所以说我们用了什么 泥炭土 你看根系长得也很好 配合的啥呢 就是缓是非 明白了吗 这是我们 还有一个就是品牌 其实品牌这个 之前的时候 老花衣也是在卖 澳粪花的多 现在你也听说过 很多那种国际的品牌 但是你要了解 它的效果是什么 就比方说咱们人 老刘你吃馒头吗 是吧 你也吃米饭 如果说给你进口的大米 或者进口的米饭 进口的馒头 你会选择去吃吗 除非你很有钱 对不对 你像我们大面积的去种 我们就考虑什么呢 活得好就行 活得OK就可以了 老花衣到现在 还是 最好的大米 就是吃了东北的武昌大米 都没有吃过泰国的香米 不是说 我是觉得没必要 如果说你有钱的话 肯定 越贵的肥料 一分钱一分货 越贵的肥料 会越好一点 肥料它是有一个预质的 一般的我们呢 都是用了这个国产的 缓食肥都够用了 我们17年开始用 它跟那些个 所谓的国际品牌 这是一样的东西 就像现在国货兴起了 风花的 这那那的 是吧 你不再会去考虑那些个 几百大千的那种洗头膏啊 或者是护肤品了 你明白这个事就行 很多都是智商税 你懂就好 还有一个呢 给大家一总结呢 就是你如果用的泥土和沙土 你配合沸肥 如果你用的是泥碳土 或者营养土 你尽量的用那些个 无积肥 也就是有机土配无积肥 无积土配有机肥 这样有机无机掺着来 你别搞混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些功能性的肥料了 你例如一些个 调节土壤酸碱度的 一些个怎么地的 肥料它就是肥料 就像人吃饭 有些个呢 就是功能性的 还有呢 就是不要过分的去纠结 养花养得活不活的 看浇水 好不好的才看思肥 光水土气肥啊 肥料是排到最茂尾的 没有最好 只有适合自己的最好 对吧 希望我们理解这个事就行 不要被嘎嘎的喝了韭菜 老花一无数次的跟你们说了 自己行事都办吧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在一 绝不说 请点赞 关注 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养花知识 白了 吃吧 Nich人 Hai hehehe hehehe 我